有这样一座石窟 它比敦煌墨高窟开凿的时间还早 并且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就是坐落在曾经的丝绸之路重镇秋祠古国 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地区的可兹尔石窟 这是一座佛教石窟 里面的造像和壁画基本上都是东安末年到唐代的 虽然造像大多数已经被毁 但是留下来的壁画不仅艺术价值高 而且还是一部十分有趣的秋祠佛教故事会 壁画中的故事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佛本身故事 是指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无数式的故事 就像这第十七库的哥坟深救迷路人 讲的是一行人在雪山上行走 饥寒交迫 一只鸽子扑进火队燃烧自己 给他们提供食物 这第39库的龟救商客被害 说的是一对商人在海上遇险 一只海龟救了他们 但是他们反而把龟杀来吃肉的故事 第二类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后 度化众生的姻缘故事 最有代表性的 要数这第八十库的龙王守护了 这位龙王怕佛陀被暴雨淋湿 缠绕在佛陀的身上为他避雨 佛陀感恩他的诚心 于是决定亲自教导他佛法 这第三类是佛传故事 就是指佛祖入胎降生求学 出家求法 成道和涅槃等一系列的佛祖 在世时候的经历 看一百一日库中的这一副 太子夜半渔城 讲的是释迦牟尼做太子的时候 有感人是生老病死各种痛苦 为了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 决定舍弃王族生活 在一天晚上 他骑马逾越疲罗未成 入山修行的故事 壁画中还会展现天人和歌舞集乐 看看这第八库的两神飞天 装饰洗劫华丽动作也很细腻 这第三十八库的天空记乐图 共有七组歌舞集 每组一男一女 手中拿着各种乐器 这一组能看出白色的男子 双手打着铜箔 棕色的女子手里拿着排销 两个人相望演奏 可惜的是 科兹尔石库的壁画 还有相当大一部分 在上世纪流落到了海外 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博物馆中 就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像藏在德国柏林亚洲 艺术博物馆的 月神善爱前大婆王 魔女诱惑 阿尘世王林梦入狱 因缘佛传图等等 目前 科兹尔石库只开放了 第八十 十七 二十七 三十二 三十四 这六座洞窟一共参观